二战时期的波兰 什么味道代替肉香 慢慢地变成褐色 开始变得比较浓 没有吃的 人们往大自然找方法 原来我老爸已经说 吃树皮不是假的 冷战年代 波兰人吃什么特别饱 奶味重 而且非常的油腻 抵抗侵略 少不了钢铁意志 和浓烈的民族情谊 这是我们的抵抗 抵抗侵略 波兰是一个在不同声浪之中 寻找定位的国家 2022年 这个国家承担了俄罗斯进攻乌克兰所造成的后果 超过160万乌克兰人逃到波兰 据说每10个波兰人就有7个以各种方式向难民伸出援手 波兰对战争一点都不陌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 纳粹德国炸掉首都华沙超过85%的建筑 却没能摧毁波兰的意志 而战结束之后 波兰人根据图像资料重建了旧城 有宣誓国家重生的意义 爱国的情感也体现在波兰军队的战斗实务中 还没有来波兰之前 我对这里的食物其实印象不太好 我的朋友都说波兰的食物淡而无味 没有什么特色 可是我们有一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可见除了出兵的策略之外 预先准备食物还有军粮也是非常重要的 离华沙三十多公里 有一道食物满足了阿兵哥的肠胃 它不是特定战争的产物 而是一款军人吃的料理 无论演习或实际作战 阿兵哥都愿意载着大锅子 打到哪里煮到哪里 据说路过的车主 十之八九会为了他而拐进来 据说当兵的常来报到 小酒馆以军用级的仓库 保护这道料理的食材 它的灵魂是豌豆 配合其他食材当左右护法 造就了波兰豌豆汤 豆味好浓 很香很香 像吃鸡蛋 不像喝酥汤 因为它是太浓 对 今天外头的天气是15摄氏度 所以喝下这暖暖的汤 感觉非常的舒服 我可以尝到它里头有很浓的豆味 有胡椒味 我可以尝到很多的香料 真的吗 我可以尝到一瓶 除了一瓶 对 OK 为什么不 但是最主要 你也可以拿起鸡蛋 搅拌鸡蛋 然后吃鸡蛋 即使鸡蛋 很好 很棒 波兰人超爱喝汤 波兰豌豆汤 伴随士兵出生入死 有人叫它行军汤 是行军作战会吃的食物 店主安杰当兵时 被这道汤秤倒了 退后开店卖汤 是好 是好 我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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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味道吗 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我来到最好的 我来到家的吃饭 因为我来到这里 我希望你的妻子不知道 你不吃晚餐 她知道 布兰豌豆汤 扎根传统料理 以萝卜 洋葱和马铃薯等基本食材做汤底 豌豆营养丰富又饱足 布兰人在天主教斋戒期常常吃 士兵体力消耗大 吃豌豆很合适 布兰传统菜色爱用香料 墨角兰微甜 有甜松和柑橘的香气 跟战争时期肉类短缺的情况不一样 现在汤里要夹肉 猪脚的油脂融入汤里 软糯的猪脚 安杰会将它作为另外一道料理来贩卖 豌豆汤早上煮好 粒粒分明 到了下午 豌豆和马铃薯一融化 汤就变浓了 安杰用野战厨房来煮汤 这是一种行军专用的流动厨房 灶头持续保持高温 煮汤只需三小时 这种油脂 这种油脂 这里有油脂 里面是油脂 如果我们早上煮了这种油脂 就在整天都没必须要保持它的油脂 因为油脂在这些油脂上 会使用它保持温度 为配合每一锅15公升的汤 安杰要准备很多面包 让食客想吃多少自己拿 体现战斗料理的豪迈作风 军委约了一位老兵在小酒馆见面 老太太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是非常惊讶的 大吃一惊 让我帮你进一步 是我碰过最年长的老兵 她今年95岁了 你喜欢吗 我喜欢 非常好 雅加女士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兰救国军 在波兰沦陷以后 以地下活动抵抗德军 他们破坏德军的部署 出任务有伤亡的危险 于是雅加女士学当护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由1939年9月1号 德国进攻波兰开始的 波兰不是配备精良的德国的对手 开战第17天 苏联从东边攻打波兰 划杀腹背受敌 死伤惨重 人们缺水断粮道 必须吃掉自己的马 10月6号 波兰被迫投降 可是波兰人没有放弃抗争 救国军为反纳粹的国家提供情报 刑刺纳粹将领和进行军事破坏行动 为报答这批老战士 华沙政府开设活动中心 免费提供餐食和康乐活动 来这里的老人 年龄都在93岁以上 波兰大麦汤 清淡易于消化 加上煮得软软的马铃薯 沙拉和猪扒 比他们在占领时期吃的 不知好多少倍 这是我们的优优 他们在韩国争战 这是我们的方法 让他们回答 他们很重要 我们想他们愿意愉快 每年8月1日下午5点 整个华沙已静默一分钟 来纪念救国军 最壮业的一次行动 1944年这个时刻 他们发动华沙起义 全欧洲 德国占领区 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起义 63天 起义失败 牺牲约18000名救国军的生命 当时有爱国的团体和个人 在炮火中为救国军做饭 煮的可能是没有肉的汤 为节省燃料 他们用碾咖啡器来碾碎大麦 加快烹煮的速度 那个时候面包是有的 救国军还组织工作队 把酿酒厂的大麦 拿去换成牛油 这就是我的数字 我曾经在组织工作队 只有15岁 集中营战俘的伙食就不一样 退休教授离开集中营的时候 体重只剩29公斤 小军 link 13 112 只有1.12 1.12 就像我的手 只有这个大 这个是1.12 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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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 我刚开始有点鼻酸 但他们一点都不悲伤 他们很有力量 很有活力 普通波兰百姓也不落人后 战争时期努力开出一条生路 有点苦涩 但是慢慢咬下去 就感觉它有点香气 就散发出来了 有很多很多很多 原来会刺到手指的 有陷阱 这一集的战地食谱 杨军伟到中欧国家波兰 看人们在二战德国占领时期吃什么 波兰人 以便宜的传统食材来做汤 是战地第一料理 波兰豌豆汤 是士兵的行军汤 烹调速度快 能量满满 在波兰它不叫喝汤 叫吃汤 它非常的浓郁 豌豆汤 有些二战时期的老兵喝过 保卫国家失败 生命留下了伤痕 这些痛苦激励他们 把下来的日子活得更有意义 他今年95岁了 但是还是非常的硬朗 看着我他会笑哈哈 也能够听懂我讲的话 我觉得他是义愤填膺 一想到过去 他就迫不及待 要告诉我所有 所有他记得的故事 参加华沙起义的时候 雅佳女士只有16岁 救国军有3万 配有武器有3000人 她们攻下华沙战略性的地点 很快遭到德军反攻 新式炸弹重创救国军 她们被围困得不到支援 她们只得自制弹药 将配备维修再用 雅佳女士到邻近的村子 收集人们捐助的食物 我跟薄 r�� 冰刀 鸡 肉 蚁 肉 米 鸡 甚至拼尾 雅佳女士都购捐 全部 全部都给了 这是雅家女士的秀尖章 全部都给了 我的心里 雅家见过很多断手断脚 必须要截肢的一些士兵 她甚至看过她的父亲在她的面前 在血泡中辞去 一讲起以前人说她的心跳得非常快 我其实也很不忍心要她继续跟我说下去 我问雅寨她会想跟年轻人分享一些什么吗 她告诉我说她根本不想跟年轻人提起过去 她不会想要再去回想 军委要去华沙西北方向 约24公里的一个地方 波兰老人吃尽战争的苦头 使得他们相当抗拒那里的一项活动 战场上要有的吃才能够继续生存呢 没有食物了去哪里找呢 在波兰有一个取之不尽的大厨房 正好是大自然 华沙有好些对公众开放的生态保护区 波兰约23%的土地属于这个保护级别 波兰森林资源丰富 采集和烹煮野菜向来是波兰人的饮食传统 战争爆发 这项技能变成生存必备 民族生物学家尤安娜向外婆学了很多知识 可是外婆怕想起苦日子 战后不太愿意去采野生植物 根据1948年的一项问卷调查 妇女和小孩野外觅食最多 最常吃的是繁殖能力强的多年生植物 酸膜在调查中排前几名 酸膜 酸膜 用来煮汤 冬天可以搓盐把它腌起来储存 但是你不需要吃它 只放在嘴上 因为它真的滋味 所以你… 你能感受吗 我的天 Joanna告诉我说 把这叶子含进嘴里的时候 我立刻就再去行动了 非常听话 那我吃进去之后 就突然觉得 它的酸性是很像的 这种小棵 但是它里头却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 还有脂肪 也有淀粉 所以是很好的营养 你可以使用它为花 只剁它 剁它 然后再加上花 哦 对 二战时期见到画鼠 要好好看清楚树皮 如果你是侦察兵 发现树皮被割开 这表示有士兵 取出树皮底下的 韧皮布来吃掉 你就应猜测 是不是敌军 行踪在哪里 这个看起来的 没有 它需要非常深入 非常深入 树叶借助光合作用 制造有机物 通过韧皮布 输送到植物各个部分 营养整棵树 韧皮布有糖粉 可以生吃 或晒干碾成粉 拿来烤面包 或切成条状水煮 有点像面条 这就是占地食谱里头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食品 原来我老爸已经说 吃树皮不是假的 这树干本身就是食物了 所有的食材都是大地 给我们的礼物 但是礼物交到你的手上 它的价值有多高 在于你认识的有多少 它是像 Polish 白色的 蛇麻 又称啤酒花 春天幼苗又多又甜 现在进入夏天 数量减少 还会变苦 其实主要的交得蛮好的 它让我认就是最尾端 后面大概25公分的部分 但是我找到的都比较短 可能因为现在季节已经过了 哇 原来会刺到手指的 有陷阱 将野生植物转为基本粮食 和提升味道的各种鲜香料 波兰人懂得将森林厨房 作为抗战的重要防线 它给了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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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的草莲 我可以育成自己 我可以治疗自己 我可以治疗自己 重视饮食上的自给自足 就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战场失忆 就越需要追求自强不息 第一种出厂的野菜是酸馍 以酸馍汤作为占地主要料理 是战争时期用料少 但喝得饱的一道汤 将叶子切碎 倒入调味过的热汤里 用面粉打一个浓浓的勾芡加进去 变成了一碗喝了会饱的汤 这是基本款 有条件可以夹肉 放个鸡蛋也行 是肉汁吗 还是肉汁吗 我觉得是肉汁 肉汁吗 是肉汁 肉汁 因为肉汁 所以脂肪在里面 会给产生 但是仍然 它必须有良好的味道 是肉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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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肉汁 这是肉汁 要试试吗 是 下来 为结果木花做个面糊 是 热汁 是香蕉 是香蕉 很香 它需要很浓 不太绿色 但是 它是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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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 根本 是不可食物 甚至不可食物 我也看过一份很有趣的报告 据说大部分的波兰人认为 在战争时候所看见的 还有自己亲身体验的 其实对它们来说 都是很好的提醒 你可以炒它 葱姆 葱 酱 葱 葱油 不管你喜欢 好 野外觅食是波兰人的骄傲 成为他们国家的一种身份代表 它很惊讶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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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吃下去之后 它有点咸咸的 味道非常地自然 而且跟这蛋一起搭着 甜蜜 很酸 是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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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只是 遥渐 тому 他们没有所欠缴 在当时 我突然有这种感觉 还会 在战争 饭 就是没味道 但是 生日快乐 更加温暖 但是 就像滷衣 做温暖 材erne 是 一种更加希望 你有多感觉 而且更有趣的生活 更有希望的未来 近年 人人手机先吃 漂亮的菜更能吸引年轻人 去学习野外觅食 有一个强热的新增 人们想学习 他们看到这种感觉 他们看到这种需要 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均匀的时刻 从二战进入冷战年代 波兰人的食物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蛮紧张的 他批评我的速度太慢 不 不 好像就是一团面粉 波兰曾经是共产国家 前后有三十多年历史 直到1989年才恢复民主体制 我现在就要去见一位新的波兰朋友 让他带我穿梭时光隧道 回到共产时代 斯瓦沃米尔是搞饮食业的 从出生到13岁 就生活在苏联统治的波兰人民共和国 1950年代的城市建设 重视庄严大器 适合游行 建筑方正厚重 一般低于七层楼 为了有别于欧洲老建筑 地面层有商店 小吃布和餐厅 以创造新兴相容 迈向新时代的感觉 这很像你斯瓦斯特林 对 好的 不要提醒这个人 我们把他放在地上 很深刻 二战结束 波兰并没有独立 反而被苏联统治 卷入苏联和美国的冷战之中 冷战时期 世界关系紧张 影响波兰的经济发展 人们的食物选择少了很多 波兰人民共和国生活馆 体现当时民生 如果您有钱 您可以购买 所有东西 黑市场存在那些日子 我不记得 我们有些问题 在家里的食物 我的父母也挺富有 但我记得 我记得 我的朋友们 有些问题 在买鲜 例如 鲜花 你记得 只有在冰箱 因为 你不可以购买鲜花 在年代的 不过波兰人一想到冷战时期的饮食 马上会想到牛奶巴 它是当时常见的旌旗餐厅 特点是乳制食品多 菜单千篇一律 军委要拜访的这一家 1960年代开业 现任老板在80年代顶过来经营 在那个社会主义年代 国家企业有大锅饭 私人小企业却没有 于是政府资助平民餐厅牛奶巴 确保老百姓能吃上便宜的伙食 以前光顾牛奶巴的是学生 退休人士 以及想省钱省时间的人 现在差不多 但年轻人更多了 店家推荐两道经典料理 五分钟就送到 每一道熟大概是两到三欧元吧 所以加起来大概就是五到六欧元 还算相当合理 非常的大众化 第一道叫懒人饺子 没有饺子皮和内馅 就是一个一个的面团 配牛油和白糖 波兰可丽饼拌酸奶和白糖 也是冷战时代经典料理 这里头是奶酪 煎饼的味道很丰富 像是甜品 又像是主食 它味道的冲状 不是我平时吃过的 又甜 又咸 又酸 真的是很多种不同的滋味 看起来平淡无气 很有矫劲 我一直觉得它跟婴儿食物很像 但它的奶味真的很重 冷战时代的牛奶八火食 颇有社会主义色彩 要为工农兵维持体力 材料离不开奶酪 牛奶 酸奶等乳制品和面粉 白乳酪 鸡蛋和白糖的价格 当时是国家管制的 成本非常低 把它们和起来 颤面粉做成面团 水一煮开 丢进去煮熟 就等客人来点餐 我们是早上六点半进入他的厨房 他说他一个小时前就开始了 米哈尔设计菜单 管理厨房 一板一眼 他让军委煮饺子 没有 这是我妈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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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蛮紧张的 在这厨房里头 感觉就好像是战场上 我的工作慢 我怕她来督促我的工作 然后等一下要批评我的速度太慢了 一会儿 一会儿 拿捏那个时间还蛮重要的 我跟牛奶爸的老板娘开玩笑说 你在厨房感觉上就像是个女王 你工作不停 我没看见你停 我问老板娘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太忙了 她说不会 以前她是七点钟就开店的 现在要换成十点钟 其实是她的儿子要求的 希望她不要这么忙 但她自己反而不太习惯 老板一坐三十五年 基本食谱保持不变 调味方面不讲究细致 波兰人二战时期到森林觅食 还会采集香料 使味道千变万化 到冷战年代 反而不在意了 像是对生活失去了热情 不过老板真心喜欢做饭 对烹饪也有热忱 一走进牛奶帮人人平等 在那里你能够尝到的是国民饮食 当肉类恢复稳定供应 肉食就更多地出现在菜单上 老板没有忘记 波兰人向来就喜欢吃肉 我非常喜欢 而且我喜欢吃东西 很棒 所以我们很喜欢吃东西 待会儿还有一种食物 要偷偷摸摸摸地做 战乱时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正常的 如果发现你家里头私藏的话 很可能就要被抓进牢房 这一集的战地食谱 杨军伟品尝了波兰在二战和冷战时期的经典料理 战乱时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正常的 下来尝试的是两道战争年代 老百姓万万吃不得的违禁料理 卡莎是餐饮集团的主管 熟悉波兰食物的历史 他说二战时 内脏的货源紧张 农夫必须把内脏上缴给德军 我听卡莎说 必须把他当作是贡品 奉献给政治领袖 如果发现你家里头私藏的话 很可能就要被抓进牢房了 不好意思 您能够收招式吗 不 谢谢 没有招式 没有招式 原来这个食材在华沙 是本地人特别喜欢的 我们现在是下午两点多钟 在早上就一早就卖完了 说真的 波兰人自古喜欢肥肝后味 贵族料理必有家畜飞禽的肉和内脏 甚至以熊肉做成培根 还吃起熊的掌和舌头 为了吃不计代价 这个是一场 一直到战前 人们都在享用各种内脏 包括火鸡肝 火鸡心 鹅针 德国人占领后就没得吃 когда开始生再吃完了 正常的摆鸡 growth 从战争下渗 通过战争下渗 不永远 在战争下渗 最后再次购除了 父母的约伏 因此有很多肉 而且它减少了血液 渗轻流液 往度流液 就能看到它是钰子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表层 是挺有兴奋的吗 不是 不是 这是普通的 普通的 好 煮牛肚需要香叶 墨角兰 多香果 大蒜 胡椒 红甜椒 肉豆蔻和姜 了不起 你看 要煮这道汤 需要用到的香料这么多 其实卡莎馆里的餐馆也是牛奶吧 但心潮一点 他要示范的战争违禁料理是不卖的 是他从长辈那里学来的私房菜 就是肉丸牛肚汤和苹果洋葱煎猪肝 首先要做的是肉丸牛肚汤 牛肚需要切碎 倒入汤里煮一两小时 但真正给予牛肚汤美好风味的 是做汤的基本材料 如洋葱 无精 酒葱和欧芹 据说二战和冷战时期 人们会在城市各角落种这些菜 以补充食物的不足 我们这道食物真的是从零开始 在准备的时候真的会花时间 我只是做得很快 他说是我拖慢了它 干杯 做古早菜 蔬菜要用牛油慢火煎香 再一层又一层地加入牛肚汤 大厨它加入了很多的牛油 然后刚才也加了一些盐 所以波兰食物的味道 感觉就是比较偏咸 而且有点油腻腻的 但是这就是本店特别喜欢的口味 烹煮过程不断添加香料 慢慢让味道交融 波兰自古就跟高加索山脉的各个国家 直接购买香料 所以香料在波兰并不贵 什么 完美 因此 波兰传统料理味道丰厚 又油又香 甚至还会相当呛辣 波兰脱离苏联三十多年了 摆脱了只能到牛奶巴吃饭的日子 现在有钱了 又有能力做以前的菜 卡莎甚至将创意食材 蔓越莓酱 加进苹果洋葱煎猪肝 这道传统料理中 牛肚汤里加入以猪肝 猪肉和面包搓成的大肉丸 上桌前来些乳酪 完全就是两道会把人送入集中营的 战争违禁料理 这道菜是最好吃的 这道菜是整个嘴巴 这道菜有很多心 在这道菜 对吗? 是的 我认为食谱是一个好的挑战 但会是很碰的 总统的还会操作 因为它对你去着白和苍窗 在微小火 你还要穿得的稠利 但是它会会比较薄的 我们今天不要太多时间 波兰人是很有应变能力的 战前的食谱他们保留下来了 战争发生的时候 他们就用其他的一些食材去作为取代 战后又继续去追溯过去的一些食谱 所以逝者生存这四个字 我觉得完全体现在波兰人的精神上 谢谢你 谢谢 离开波兰前夕 军委要去品尝几种特别的料理 那是能激起民族情感的菜色 在波兰渐渐有人爱 我在走着的这条康庄大道 看似平淡无奇 但其实暗藏玄机 这边是在华沙这里的俄罗斯大使馆 而在这边是我正要去前往的一家 新开的乌克兰餐馆 开设餐馆的夫妻档是达达人 来自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国际公认属于乌克兰 2014年被俄罗斯侵略占领 老板恩斯特以前是记者 感受到生命受威胁 所以和家人移居波兰 他把握机会 把餐馆开在俄罗斯使馆的对面 专卖民族菜 克里米亚达达人欢迎朋友 会先请他们喝咖啡 小童狐买在200度的热沙里 直到咖啡沸腾 喝法是将方糖含在嘴里 再慢慢滋饮 甜 达达达达 达达达 军委 达达达达 达达达达 要品尝的牛肉油炸馅饼 是克里米亚达达人的 一个民族标记 这个民族曾经被苏联充公财产 发配到中亚各地流放 油炸馅饼是他们在颠沛流离之中 留下来的日常食物 它很厉害 在外面 它跟肉汁很美味 我可以吃肉汁 它很柔软 它很荣文 而不生活的古典 所造的古典 这地方就像小部分的地方 她吃了 也有孩子在里面 店里长厨的 都是克里米亚达达人 在波兰人生必不熟 他们将老板视为父亲 奥斯曼今年21岁 家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他为了考商业机师的执照 而来到波兰 现在乌克兰战事持续 不能回家 他只好半工半读 因为在乌克兰首都开始 开始在乌克兰首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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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找的是妈妈 只要说我爱你 波兰女士人辛波斯卡写过一首非常有名关于战争的诗 这叫做结束与开始 第一段写着 每场战争之后总是有人要收拾残局 这些事情不会自己自行解决的 我在波兰这里问了一位本地人 为什么波兰会这么大方 能够接纳这么多的移民还有难民 他们希望能够拥有 还有能够支持一个自由的世界 我觉得我在波兰吃到的每一道食物 在他们的占地食谱里头 也看到了一种融合 我也希望我这一次接触到品尝到的每一道食物 我能够介绍给更多人吃 非常好 非常好 也许波兰的食谱也会受到乌克兰 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影响 慢慢地变成一种无国界的滋味 还是在人之间 听到荣语里面的场面 不信心 不信心 也想看过来 看到怎么不同的 有这个正以后